音乐 血液循环系统的种类 本单元学习重点有 一、单细胞生物或较简单的多细胞生物 可借由扩散作用直接和外界交换物质 二、多细胞的动物和植物需要运输构造的协助 才能和外界交换物质 三、多细胞动物循环系统的种类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生物是由细胞构成的 大部分的细胞运作正常 生物体才能顺利地存活 所以细胞所需要的水、空气及养分 要能够及时地提供给细胞 才能确保生命的维持 简单生物的物质运输 单细胞生物或构造简单的多细胞生物 可以借由扩散作用和细胞质流动达成体内物质的运输 例如变形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 身体只有一个细胞构成 而且生存在水中 细胞直接与环境接触 例如水中氧气 氧分浓度较高时 便会扩散进入细胞 细胞内再借由细胞质流动 完成物质的运输 构造简单的水席也是如此 构造复杂的多细胞生物 就没有办法每一个细胞都直接和外界接触 交换物质 所以植物运输物质的要靠维管书来协助 而动物需要循环系统来协助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动物循环系统的分类 动物循环系统分成开放式循环系统 和必锁式循环系统 什么是开放式循环系统呢 我们可以看到动画里面锁式 血液由心脏血管播出之后 会流动到体腔中 血液直接与组织细胞交换物质 例如蜘蛛 昆虫 虾子 螃蟹 体内便是开放式循环系统 我们以蜂虫为例子 这些是蜂虫的心脏 当心脏缩缩时 血液会流入体腔中 与体腔中的细胞进行物质交换 当心脏缩缩时 血液便会由心孔 流回心脏中 什么是必锁式循环系统呢 如各位在动画中看到的 我们的血液 只会在心脏和血管中流动 血液由心脏播出之后 由动脉流动进入微血管 再由静脉流回心脏中 物质的交换是发生在微血管 和组织细胞之间 例如青蛙 鱼 蚯蚓 还有我们人类 都是属于必锁式循环系统 我们以蚯蚓为例子 这是蚯蚓的心脏 心脏收缩时 血液会波出 但不会流入体腔 而是在微血管中 与细胞进行物质的交换 心脏舒张时 血液在流回心脏中 我们现在来整理并复习一下 各种生物的物质运输方式 各位同学注意 物质要运送到细胞 并给细胞利用 分成三个顺序 第一个 物质如何运送到细胞附近呢 第二个 物质如何进出细胞呢 第三个 进入细胞后 如何在细胞内移动呢 我们刚才介绍的单细胞生物 还有构造简单的生物 例如水席 物质直接在环境中 而细胞也直接接触环境 进入细胞的方法 是依靠扩散作用 物质在细胞内移动的方式 是细胞质流动 还记得 大部分的植物如何运输的吗 大部分的植物 要靠维管树 来运送水分和养分 到各个细胞附近 一样由扩散作用进出细胞 一样是由细胞质流动的方式 将物质在细胞内移动 动物呢 昆虫 蜘蛛 虾子 螃蟹 是以开放式循环系统的方式 血液直接流入体腔 与细胞 进行物质的交换 如何交换 是靠扩散作用 将物质进出细胞 在细胞里面 一样是以细胞质流动的形式 蚯蚓 鱼 蛙 还有人 我们是以 闭锁式循环系统 血液不会流入体腔 而是在 围血管中 与细胞进行物质交换 这些物质 一样是要靠扩散作用 进出细胞 一样是以细胞质流动的方式 在细胞内移动 同学们 我们来动动脑 想一想 哪些动物体内 是以开放式循环系统 来运送物质呢 答对了 如昆虫 蜘蛛 蝦子 螃蟹 都是以开放式循环系统的方式 在运送体内的物质 哪些动物体内 是以 闭锁式循环系统的方式 运送物质呢 是的 如蚯蚓 鱼 蛙 人类 便是闭锁式循环系统 开放式循环系统 跟闭锁式循环系统比起来 缺乏了什么呢 心脏 血管 还是微血管 开放式循环系统 血液是由心脏驳出 由血管放入体腔中 并没有微血管哦 所以答案是 C 微血管 下列哪些动物体内的物质运输 和扩散作用没有关系呢 变形虫 水蚁 蜘蛛 还是人类 其实 所有动物体内的物质运输 都有赖于扩散作用 所以上面这一题是没有答案的 例如变形虫 水蚁 是由环境中的物质 直接扩散进出细胞 而开放式循环系统的动物 是血液中的物质 扩散进出细胞 和细胞进行交换 B所是循环系统的动物 是微血管内的血液 里面的物质 里面的物质 扩散进出细胞 和细胞交换物质的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生物体的运输里面的 动物体的运输作用中 血液循环系统的种类 分成开放式循环系统 和B所是循环系统 关于生物体的运输 还有其他的单元 欢迎各位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